虽然洛杉矶的疫情近期一直得不到控制 但比复利山市议会则一致投票 反对洛杉矶县的户外用餐禁令 他们要求洛杉矶县监事会废除禁令 认为法令会对当地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指出该禁令缺乏科学依据 此外 比复利山市议会还要求 市政府工作人员开始研究 组建比复利山庄独立公共卫生部门的可能性 让该市可以自己制定防疫规定 除了反对就餐禁令外 比复利山庄市议会还要求洛杉矶县 基于各地和特定行业的数据 来制定更为详细的防疫政策 比复利山庄文化遗产委员会主任 乔什·拉福格表示 帕萨迪娜市因为有自己的公共卫生部门 所以不必听从洛杉矶县的规定 他们的政策就允许客人在户外用餐 但餐桌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来自同一家庭 且聚餐人数不得超过6人 今天民主党领袖众院议长佩洛西 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敦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诺 同意将9,080亿美元的两党刺激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 希望可以在年底前达成共识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舒默和佩洛西说 尽管我们本周一向共和党人提出了新的报价 但本着妥协的精神 我们认为参议院昨天提出的两党框架 应该作为立即进行两党两院谈判的基础 不过麦康诺昨天迅速予以否决 并称不愿意浪费时间 在川普总统不会签署的法案上谈判 今天奥运会金牌得主拉夫·约翰逊 在其位于Sherman Ox的家中去世 享年86岁 约翰逊来自于德州的一个小农场 年轻时移民加州 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并获得了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 约翰逊打破了种族壁垒 在冷战的国际关系中 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 为了帮助残疾儿童 约翰逊于1969年 共同创立了加州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并担任了十年的主席 并在他48岁的时候 担任1984年洛杉矶下届奥运会的火炬手 上周在犹他的沙漠中 一块奇异形状的金属巨柱 凭空出现在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偏远山区 由于其形状特殊又离奇出现 很多人甚至怀疑是外星人所为 不过一名冒险摄影师 罗斯·卧纳兹在他的Instagram上披露 说他看见有四名男子 在他准备拍摄的时候 将这块巨大的金属给移走了 他们花了大约15分钟 将铁块撬起后 用卡车运了出去 至此 这块奇特金属的来源也被揭开 不过罗斯表示 为了对这几个人表示尊重 他并没有拍摄他们的正脸 也不会再过度追究这个问题 在上周四 罗马尼亚突然又出现了相似的金属柱 虽然不是同一根 但又令全世界网友纷纷猜疑 这是何人所为 请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发展与动态 更多详细报道 请继续收看 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